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侮辱美国领空 是完全是一起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说明情况 然而美方滥用武力 过度反应 升级事态 并以此为借口非法制裁中国企业和机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将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 采取反制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正当权益 自去年5月以来 美方在美国本土放飞大量高空气球 持续进行全球环形 未经中方相关部门批准 至少十多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包括飞越新疆 西藏等省份 对于中国民用飞艇 因不可抗力侮辱美领空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做出说明 但美方对美国气球未经中方批准 非法飞越中国领空却只字不提 还声称中方散布虚假信息 美方指责中方飞艇侮辱美领空 是侵犯美国的主权 那美方对美方气球 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又该做何解释呢 中方对非法飞越中国领空的美国气球 做出冷静专业处置 美方却对因不可抗力 侮辱美领空的中方民用飞艇 做出过度反应 美方应当就此向中方和国际社会 做出解释和交代 切实反攻自喜 停止对中方的抹黑攻击 停止误导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中方保留做出进一步 必要反应的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